哈囉哈囉我是阿斌 那如果你今天是即將要去打工度假 或者是你還在猶豫的人 我鼓勵你一定要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知道出國念書需要一大筆錢 所以如果你假如有打工簽證的話 你可以去國外打工賺錢之外 而且你還可以做到冒險旅遊 認識外國朋友 體驗台灣做不到的工作環境 還有一件事情 如果有人一直反對你的夢想 或者是反對你想做的事情 不要去理會他們 Just follow your heart 因為如果過了十年之後 你想到這件事情一直沒有做的話 誰會後悔 不是他 是你 好 那我們趕快進入今天的主題 澳洲跟加拿大打工度假 有什麼不一樣呢? 一開始就是交通工具 有沒有車跟沒有車 其實移動方式真的有差別 就是沒有車的話 可能就要靠看有沒有共乘 共乘的交通方式 像FB它有管道可以徵人 比如說移動到哪一個地方去工作地點 加拿大打工度假的話 因為我一開始是在溫哥華 它其實有地鐵 蠻方便的 我去Cypress Mountain 就是雪山的工作 但我是搭 我是走路到地鐵嘛 地鐵站之後再搭到Water Farm 最後一站 終點站之後再搭船到對岸去 再轉搭巴士上山 然後才會到我的工作地方 交通時間點是兩個小時 工作上 工作上的性質 我覺得澳洲可能比較偏農場方面的工作 農場跟工廠 然後加拿大屬於比較服務業類的性質 我們怎麼認識的? 我們是網路上嗎? 對網路上我看到你的YouTube 對然後他就 然後說我想認識你 我嚇到我想說怎麼那麼主動 而且那時候我在溫哥華 結果我們第一次就在溫哥華那邊見面 然後他就是這樣就是很害羞 但是我覺得他很有創意 就是譬如說玩一些影片啊什麼的 但是就是好玩啦 所以你那時候第一次看到我 有沒有覺得我很親切? 很親切 然後又很有才華 又帥氣 好那我再問你就是 加拿大跟澳洲打工度假 哪一個比較難申請? 當然就是加拿大打工度假 因為他需要抽籤 澳洲就是有申請 然後你符合體檢資格 然後身上有具備三千塊澳幣 然後你就可以出發 加拿大就是靠抽籤 他有分第一階段跟第二階段 對 那時間會拉得比較長 那你是不是有講說 本來你要準備多少錢 但是你沒有準備那麼多 我去澳洲 那時候要準備三千塊 後來 三千塊澳幣嗎? 對後來台灣戶頭也是需要一些錢 所以我那個時候只帶了兩千元 那過海關的時候海關沒有問你嗎? 沒有耶 所以你就給他賭下去 聽說有人就是帶五百塊就出發了 天啊你們好有種喔 你知道我在過那個加拿大海關的時候 我保險其實也有點冒險 他不是說要一年嗎? 我就是偏要保半年 海關還特地就是問我說你的保險呢? 我有被抽到耶 澳洲跟加拿大哪一個工作比較好找? 其實我覺得都差不多 應該說澳洲打工度假的學長節分享的工作資訊蠻多的 你可以透過FB啊去上網找 或是當地的像104的那種網站 加拿大其實是我已經先預定好我想要做什麼樣的工作 然後我去投履力去找 蠻聰明的 因為我在澳洲其實都跟華人的老闆比較多的接觸 但我覺得華人老闆他比較會坑錢或是把價錢降低 所以我覺得我去加拿大要變得比較不一樣一點 所以我都去找國外的公司大公司 然後雪上的工作是我在澳洲的遺憾 所以我選擇在加拿大我一定要實現的這個願望 之後雪季結束之後我就想要去BANF 因為BANF是加拿大超漂亮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我一定要去那裡工作 然後再問你就是在加拿大跟澳洲啊 哪一個地方賺的錢比較多? 當然是澳洲 因為當時的匯率是1比28 然後他的時薪又是比較高 17塊到23塊 可是我們的加拿大就是1比23嘛 然後時薪最高也才13到15 所以澳洲真的是賺錢賺比較多的 你建議是兩個都去嗎? 可以去的話都多去耶 英國也去一下 美國也去一下 只要你年齡來得及你都可以去一下 真的 我是真的來不及了太晚了 28歲才去澳洲打工度假 回來就是30了 紐西蘭來不及申請 還有洛斯法克 不會講話 講英文嗎? 他是講他們的語言 那你要特別去學 然後薪資好像又很低 這有塊錢 那你介紹這個是呢? 是說有很多國外的體驗 就是不是為了錢 你要為了一個經驗的話 其實我還蠻支持很大的 好那我問你 哪一個學英文比較快? 加拿大 為什麼? 因為我在加拿大都是找外國人的公司 比較大公司 然後我接觸的同事也都是外國人 像義大利澳洲那些 那我在澳洲比較偏華人區 我的同事相對的都華人比較多 所以練到英文 當然是在加拿大會比較多 所以聽力也比較快 加拿大跟澳洲啊 就是這兩個地方 有沒有讓你印象深刻的美景? 澳洲來說就是在阿德雷德開過飛機 那時候是坐在副駕駛座 我有一個正駕駛座 他是女神女經司 長得很漂亮 天啊這才是重點吧 你會知道怎麼樣去拉升降嗎? 其實起飛就往上拉 所以起飛的時候他有讓你拉嗎? 他當然是先飛過一個一定的高度之後 然後再讓我駕駛 因為我們兩個人的方向盤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我動他就會動 對啊 他可以幫我再拉過來 天啊好厲害喔 對對對 多少錢一次? 我真的忘記了 我好久了 他今天好像有點差 只要扯到金錢的事情 我都忘記 對 天啊 那後來有跟那個飛行員 合照 我繼續聯絡嗎? 沒有 那加拿大呢? 加拿大就是 就是我工作的地方 Jasper Lodge 記憶真的很髒 Jasper Park Lodge 是一個公園就對了 對 很漂亮 他算是比較度假型飯店 那對於就是打工度假來說的話 他帶給你什麼樣的影響? 在打工度假的旅程中 就是你遇到很喜歡的朋友 不一定他都會一直陪你走下去 他也有他自己的目標 人生方向 或是他的工作 他想要找什麼樣的工作 他去了 可能你 你沒有辦法 跟著他一起 或是 有什麼其他的考量 會到最後就會分開 尤其在國外的時候 那種情感更深 嗯 尤其是分開的時候 非常想流眼淚 我想到那個日本妹 哈哈哈哈 好那今天非常開心 全民來我的頻道來分享 就是奧達跟假達有什麼不一樣 他的故事有非常非常多 那今天影片就是講冰山一角而已 看到影片的人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就是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說 如果你想要跟全民直接聯絡的話 他人非常好 半夜可以回答 哈哈哈哈 那最後 最後 喜歡這支影片的人 記得點讚 按分享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那 那要不要訂閱 一定要訂閱 按訂閱 好不好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 掰